在缅北战役的硝烟中,缅军米昂来部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损失高达两万人。 这场战斗不仅在地图上划下了一道血色的伤痕,也让缅军陷入了严重的兵源不足的泥潭。 表面上看,缅甸陆军有着庞大的35万人员编制,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美好。 欢迎订阅本宫巴历史,带你揭秘背后的故事。 近一半的缅军人员被调配到了农田、建筑工地以及基地守卫任务中,这使得缅军的真正机动兵力锐减,难以超过15万人,在复杂的地形和茂密的丛林中。 缅军的装甲和炮兵部队几乎无法发挥效力,使得他们在缅北的野战机动部署变得更加困难, 米昂来大将面临的困境可谓前所未有,与明朝末年的崇祯皇帝面对的问题一曲同工,拥有数十万武装力量的缅军在表面上雄伟庞大,然而在真正的战斗面前,却很难找到足够的可用之人,这就像是吃饭发工资时人多,但到了干活卖命的时候,人却稀缺。 为了弥补这一短板,米昂来采取了令人意外的举措,他从监狱中释放了700多名逃兵和罪犯,将他们推上前线,期望他们能在战场上戴罪立功。 这种决地求生的策略不禁让人联想到历史上一些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肉计,在缅北的第99师、第88师、第16野战旅和第12野战旅等精锐边军部队丧失了进攻能力之后, 缅军下面的第128营、第143营、第125营和第129营等数百人纷纷向果敢同盟军投降,更为令人震惊的是,这些投降者中竟然包括了释放的逃兵和罪犯,仿佛是一场离奇的军事大翻盘,缅军原本以为是战场上的败计,却成为了监狱大门打开的导火索。 据消息人士透露,娘来成功地使用了一套精心策划的计划来解除监狱的安保设施,他派遣了一支人数众多且高度训练有素的特种部队,悄悄地潜入监狱周围,并且成功地击败了缅甸政府军的守卫力量,在经过激烈的战斗之后,他们成功地打开了监狱的大门,释放了数百名被关押的同志。 这次行动的成功对缅甸政府军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打击。 据报道,缅甸政府军在米昂来的这次行动中损失了将近两万名精锐士兵。 这些士兵是政府军中最为精锐的部队,他们在这次行动中几乎没有任何还手之力,最后只能在米昂来的军队面前缴械投降,在米昂来的打开监狱大门并释放同志的同时,他也展示了他强大的军事力量。 据报道,米昂来的军队由四个营组成,每个营都配备了一整套先进的武器和装备,这些武器和装备包括坦克、装甲车、火炮和导弹系统等,这些装备的先进程度和数量之多让人们不禁惊叹,而缅甸政府军则在这些军力面前显得相形见处。 米昂来的这次行动不仅仅是为了打开监狱大门和释放同志,更重要的是他想向整个国家展示他的军事实力和决心,通过这次行动,他向缅甸政府军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息,那就是他已经准备好与政府军进行一场长期的斗争,并且他有能力击败他们。 这次行动的成功让人们对米昂来的军事能力充满了信心,同时也让缅甸政府军陷入了困境,他们不得不重新评估米昂来的实力,并且制定新的对策来对抗他。 然而,米昂来的打开监狱大门的行动已经向整个国家传达了一个信息。 那就是他已经成为缅甸政府军最为强大的对手之一,未来的局势将更加复杂和紧张。 而米昂来也将继续领导他的军队,为自由和民主而战斗。 与此同时,果敢同盟军也在行动中展现了一番不同寻常的风采。 果敢同盟军承诺在进入城市后不滥杀无辜,不擅自进入民房私宅,不索要财物,不破坏公共建筑,他们甚至对缴获的所有文件表示不得私自处理,必须上交,果敢老街,电诈赌博的重灾区。 而白锁城则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他在果敢地区红颜乡出生。 自15岁起就跟随彭加生投身游击战争,后来投靠米昂来,并发动了军事政变。 果敢老街在他的带领下变成了犯罪的温床,成为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巢穴。 如今,白锁城的势力已经达到巅峰,通缉令的发出也意味着他的命运已经走到了分水岭。 果敢同盟军在彭加生的儿子彭德仁的带领下夺取了老街东区,而白锁城是否能够逃脱这一劫难,成了所有人关注的焦点。 对于白锁城来说,他知道的太多了,这让米昂来不太可能留下活口,在缅北的战局中。 缅军的首饰备受考验,尤其是在失去两万精锐边军部队的情况下。 这一损失使得缅军失去了进攻能力,将目光聚焦在关键地点,其中蜡虚成为了一块不可或缺的战略要地。 缅军部署在缅北的第九十九师、第八十八师、第十六野战旅和第十二野战旅等精锐边军部队,如今已经丧失了进攻能力。 这些曾经是缅军的力气,如今却成为了被动挨打的对象。 损失如此庞大的精锐边军部队让缅军在战场上变得节节败退,首饰愈发艰难。 蜡虚在这场缅北战役中显得愈加重要。 成为了缅军不得不守住的战略要地,其关键性不仅在于地理位置,更在于其作为地方民族武装南下的天然屏障。 缅北地方民族组织如果夺取了蜡树,将直接进入缅甸南部平原地区,这将让缅军失去在平原地区的险可守之地。 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值得关注的是,蜡虚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关键点,还是缅北最大的华人聚集区,数十万华人在这里生活。 而果敢同盟军的目标恰恰是将这一地区夺取,如果果敢同盟军成功占领蜡树,将很可能使他们的军队迅速扩充到数万人。 在这场紧张的战局中,果敢同盟军却展现出一番规范和正义的一面。 他们发布了《光复行动入城禁令》,旨在规范自己的行为,这一宣言强调了对市民的保护,明令禁止滥杀无辜,破坏公共建筑等行为。 果敢同盟军试图通过这一规范来维护自己的形象,将自己塑造成正义的化身。 果敢老街的犯罪之王白锁成,他的犯罪历史和对缅军的背叛使得他成为了缅军通缉名单上的头号人物。 果敢同盟军在夺取老街东区的同时,也在寻找这位犯罪之王。 希望将其绳之以法。 果敢同盟军已经发布《光复行动入城禁令》,主要就是,果敢同盟军各个部队进入城市以后,不得滥杀无辜,不准在未得到屋子主人允许的情况下,进入任何民房私宅。 不准向城市里公司企业索要财物,不准破坏医院学校等公共建筑物,不准向难民收取保护费,要对所有人进行保护。 同时,对于缴获的所有文件,不得擅自处理,必须妥善保存上交,一切缴获要归功,不得私下收藏使用,对于电炸人员,不得收取贿赂,护送电炸人员离境。 看起来,果敢同盟军已经做好了接收老街,抓捕白锁成等人的准备,其实说起来,白锁成这个人1950年4月出生在果敢地区红岩乡,白锁成出身在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没有上过学,15岁的时候。 白锁成就投入果敢同盟军跟着彭家生打游击战,当时彭家生只有15个兵,其中就有15岁的白锁成,后来,彭家生带着大家参加免贡,正式开始战争生涯。 白锁成也一路被提拔从班长、排长、连长、4046营长、883旅副旅长、912师副师长等职务。 2009年,白锁成,魏超人,刘国喜,投靠米昂来,背叛彭家生,突然发动军事政变。 从此以后,在白锁成带领下,国敢老街成为电炸赌博重灾区。 长期实施针对我国公民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诈骗数额巨大,在公安机关严打高压态势下,仍不收敛,不收手,同时涉嫌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多种严重暴力犯罪,到2023年5月,白锁成的势力达到顶峰。 在5月17日生日这一天,74岁的白锁成身穿红挂子,坐在红木太师椅上接受祝寿。 鹤枪实弹的警察队伍,统一着装的民兵队伍,敲锣打鼓的学生队伍,著名歌星的文艺慧眼,毫不避讳地声称数百人同鹤,辉煌盛典与日月同辉。 但是现在,对白锁成的通缉令已经发出,从白锁成老家红颜香出发的果敢同盟军,在彭家生的儿子彭德仁带领下已经夺取老街东区,而彭德仁出生的那一年,正好是白锁成参加彭家生队伍的那一年, 对于白锁成来说,白锁成知道的太多了,很有可能米昂来不会留下活口,对于白锁成来说,要么是顽抗到底被击毙,要么是被缅军处决灭口,要么是立刻到边境自首。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记得顺手点个订阅,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